今天说吃饭 我们每一个话题只欢迎接 这个中华的饮食文化 在做饭的方面 八道菜市 那是看得见的 还有各个小的这种花样 那我们说吃的时间 我们已经讲过了 上午下 气氛饱 当时是不饱的 但是你要首先慢吃 然后就慢慢就饿了 这个慢吃 它这个唾液 它身体产生的精液 一方面服励 一方面对身体都是很好 然后这个要吃什么 当地的 当季的 也可以叫当令 就是一个天 一个地 然后这个就是最好 也是最便宜的 它就当时生产 当地最多人 所以说其他地方呢 我们可以尝尝鲜 但不要以那个为主 身体的习惯了 就是跟这个天使地利 每个地方呢 为什么吃的不一样 就根据自己的 我吃都吃不旁 就是一方面 是那个对身体好 二一个他习惯了 那你这种气候 这种土壤 这种这种环境 我就是这种东西 很适合的 突然发现我要没变成三吃饭 这个吃醋 还是要比吃肉多一点 普遍上来讲 但是我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 动物的灵性 它是比食物要高一些 它的能量可能也比较高一些 但是当你吃到身体之后 它是有那种怨气 有没有大 尤其那高龄的那什么 先灵的咱们都不提早 打不远那种 以前果子没成熟之前 现在吃的水果都是 还没有成熟之前 提前给你运到的 让它放手 那都不是最好 对身体都不是太好 都没办法 现在尤其更是反季节 什么 所以就强调你当时当地的水妙 你这个偶尔的加一些其他的 对身体也是一个魔力 魔力 调战 好好处 对身体都充满了希望 我们说这个 你到如果是修炼的时候 你到一定程度还是不饿不吃饭 那身边这七天二十一天 有的喝水有的水都不喝 越来感觉身体越有劲 幸福快乐多一点 美的就是这一段时间 它就这样 身体的容器和甜点之间的配合 就是 我喝的特别好 就是有甜点鸡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 有阶段性的 有食量大增的 我见过吃14个碗 我原来一个同事 还不够 没饭还要再吃 我们剩下包园 每次最后一个去都不好意思去 都快怕了 吃了 然后 首先第一个 粮食 它是主食 然后其菜是蔬菜 水果 烘米 肉 就是 就是 这个它也分五行 当然 这个 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 所以叫主食 不要搞反了 这个主食 它是 它是这个 起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它就好像一个肉 它就好像就是 粘着这种各种营养 然后 才能吸收 不能光吃菜 饭 不要热 甚至 不需要 不要 不需要